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耳 今天呢 我要來告訴你們 如果你吃火鍋的時候 飯吃不完該怎麼辦 我有想要把它吃完 但是已經沒有到 就要煮完了 待會我們看這邊 台攝影師 攝影大哥在這邊 誰允許你這樣叫我了 想被打 這剩下的湯啊 通常會多一點 我剛剛有撈一些起來 你可以把它就是撈一些起來 你好浪費喔 先打雷劈 差不多這樣子 這樣看得出來深度嗎 這樣量也是要看你的飯剩多少 我的飯剩這樣而已 所以我的湯就不會用太多了 然後把它放下去 我不要開太大 不然會吊臂 會嚼嚼 這樣會造成電源的困擾 快一點 我會想要嚼我的鍋了 結果我的比你美麗多了 大家要看我的嗎 這是空子 這是我煮的 來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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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時候還有一個步驟 打蛋 放進去 還有用蔥 我現在要打蛋呢 可是我打蛋的力有點薄弱 欸 怎麼辦 你媽媽 那不行耶 這樣架的出去嗎 可以啦 還是有人要吊我的對不對 有沒有蛋殼啊 我每次打完蛋 都要做一件事 就是確定有沒有蛋殼 你是開大火嗎 對 今天我最喜歡唱的歌是大火 是不是很沾 欸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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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等一下好強喔 怎麼辦 我還沒比下去耶 你真的還輸了 你那什麼啦 給我一點死掉好不好 把最後的蔥放上去 讚 完美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成果 我們現在先讓湯收開一下 現在你看我的鍋 我的鍋已經變成這個超級濃稠狀 有沒有 是不是很厲害 感覺就是那種港式的 特別點的一鍋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蔥 因為通常火鍋店都會有復充 我拿著點太多啦 因為等一下帶了藥用 這樣子 一家人吃飽飽 完成了 就可以吃了 我覺得海鮮躲得越躲越好 結果就是它慢了 超好吃 欸 我的 在收了 我在收了 大家有看到嗎 哇 好療癒喔 感覺很燙 很燙 然後我們看到現在湯已經收乾的差不多了 我現在把火稍微關小一點 你昨天好亂喔 好 比較吵 來 大耳下蛋 大耳下蛋 哇 大耳下蛋 我現在才知道了 下蛋啊 然後我喜歡蛋花 來看 喔唷 你那個海帶真的很煩耶 真的有夠礙眼 不要嫌它 欸 現在鏡頭給我掌控對不對 嗯啊 就大家比比看 欸 你是不是超回答了 沒有沒有沒有 超回答了 超回答了 你超回答了 大家看 他超回答了 你輸了 沒有 沒有 剛剛那什麼聲音 而且你怎麼會看起來這麼噁心 我要寫了 我要加一點醬油 怎麼看 你加醬油幹嘛 不要加醬油 Oh no oh no 毀了毀了 雞雞 還不會咧 好吃好不好 大耳下蟲 你要怎樣 是很有廚師的感覺 好像也是還好 廚師都這樣子 好像也是還好 剛剛那是放蛋的碗 剛爽爽爽 吃了 欸 光火完成囉 現在就來PK一下 看誰比較好吃 沒有要跟你PK 我覺得我已經定了 拜拜 欸 幹嘛不敢憑 好啦 我們的主週教訓就在這裡結束了 因為並沒有人可以幫我們來做平衡 但我會聞太常 大家應該用眼睛都看得出來誰做得最好吃吧 這在日卡呢 這我的 欸 我的納薩柔差啊 大家煮了之後來吃火鍋 然後飯吃不完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招喔 但是要記得 不要超回答 那要不然訂閱洗過很辛苦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 然後還有留言跟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